今天阿里巴巴上市 马云成为新首富 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认为 我们中国终于崛起来 但是我想告诉你 阿里巴巴上市成为新首富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中国人 是日本人 因为日本的 日本的孙正义才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今天不管是阿里巴巴 不管是百度 不管是腾讯 这些我们在中国最顶级的BAT三家企业 没有一个是中国我们百分之百控股的企业 他们注册的也不在中国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课问 为什么不是马云重阳美外 不是马化成重阳美外 15年前马云创业去杭州 当他的公司在奄奄一息的时候 马云说同胞们 投资我2000万 我马云将来会做一个全世界最牛逼的互联邦企业 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相信他 我们说的是骗子 说的是疯子 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愿意拿这个钱去炒房去炒股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企业 到最后 日本的孙正义用了两分钟 花了2500万收购的阿里巴巴 这是真相 13年前 马化成创与深圳 当腾讯奄奄一息的时候 马化成说同胞们 只需要投资50万 我愿意出让我51的股权 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牛逼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国人连互联网都听不懂 更不要说移动互联网 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说的是骗子 说的是疯子 到最后的结果是 美国人相信了他 入主了他的公司 11年前 李延宏创与北京 当百度在互联网的冬天 奄奄一息的时候 李延宏拿起麦克风走上讲台 同胞们 加入我百度联盟 一年只需要投资我5万块 不出三年 只要我上市 你们都成为我公司的原始股东 你们都变成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五千万都能拿得出来 但是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但是刚才 冯军董事长讲的那句话 他深深再次刺痛了我 中国人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条龙 三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条虫 中华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 在这五千年文明历史里面 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七百年 在这三千七百年里面 有三千五百年 我们才是世界第一名 我们这个国家 曾经是地球上最畅盛的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 曾经是这个地球上最骄傲的民族 但是这三百年来受尽欺辱 为什么 因为这三百年来 是整个中华民族 最不团结的三百年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中国再次大国崛起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未来中国企业家 能够从中国制造 变成中国创造 变成中国品牌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不再是外资 崇敬中国 猎杀我们的品牌 而是有一天 我们冲向世界 猎杀他们的品牌 未来的战争 不是国业国的战争 就是企业与企业的战争 品牌与品牌的战争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未来在中国 没有穷人看不起病 没有孩子上不起学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未来中国再次大国崛起 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重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 最骄傲的民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